刘家不孝自孙 刘秀拜见太皇太后 你就是看了王莽一刀的那个刘秀 正是 这是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和西汉最后一个太皇太后王正军唯一一次会面 刘秀怎么也没想到 王莽居然如此狼心狗肺 不仅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又将自己的姑姑关到牢狱之中 原来王正军作为西汉王朝的太皇太后 为了巩固家族在朝中的地位 一手将侄子王莽扶持到最高位 没想到昔日千功里让的王莽竟狼子野心堵死汉平帝又窜了汉朝 作为刘家媳妇的王正军对此后悔莫及 不想让大汉王朝葬送在自己手里 一直没将传国玉戏给王莽 王莽索要几次无果便将姑姑王正军关起来 看着颇有吕不知勇的刘秀 王正军相当欣慰 难怪能当街刺杀王莽又全身而退 刘秀将此行的目的告知 说他大哥刘延以遵照旨意起兵繁忙 但奈何师出无名一直没有聚集足够人马 师出无名 一句话将王正军问懵了 当初他听说刘秀被抓很是担心 便让心腹太监王兴前去救援 又让王兴把玉戏交给刘秀让他匡富汗室 有玉戏怎么可能会师出无名呢 刘秀这才想到 当初被抓的不是他 而是和他长得有点相似的足兄刘玄 那么玉戏应该所托非人给了刘玄 如今王兴又死了 王莽还在到处搜寻玉戏 断定玉戏必然在刘玄手中 王正军深知自己时日不多 让刘秀兄弟拿到玉戏之后 起兵繁忙心腹汗室 王莽将整个长信公绝地三尺都没找到玉戏 只能再次来到监狱向王正军索要 但已经见到刘秀的他心里有敌 态度更加强硬 表示即便是死也不可能透露半分 但在临死前还是要刺激一下王莽 王莽得知玉戏已经不在姑姑手中了 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自己都已经杀了三段儿子外加女婿 再嫁一个垂死挣扎的老太婆有何不可 直接叫人拿来三尺白铃 仍在王正军手中让他自我了结 看着手中的白铃 王正军陷入了沉思之中 回想起自己当了六十多年皇后 最大的遗憾就是让娘家人坐大之后取代汉朝 都说西汉王于赵飞燕姐妹祸国殃女 实际罪魁祸首却是王正军自己 表示死后唯一愿望就是和汉原帝合葬 王莽并没有理会他 头也不回走出了监狱 王正军就这样带着遗憾结束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 刘秀刘衍兄弟得知太皇太后遇难的消息悲痛交加 于公元二十二年召集子弟宾客七八千人 在冲林举起繁莽大旗 刘衍被推举为起义军领袖 又自称天助大将军 新人意之时 不高祖之夜 起义军几天就攻下晚城 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很快就发展到了几万人马 同时间起义的还有王匡王凤领导的陆林军 以及繁崇领导的赤梅军 一时间烽火燃遍新潮 王莽得知这一消息怒不可落 朕给你五万兵马即可出发 定要把刘衍捉到朕的面前